一路领先东京 距离正式发售大概还剩一个多月了 也是一款我们非常关注的游戏 然后官方不久前 刚刚公开了大量的游戏情报 以及实际演示 就看了非常有意思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这个首先游戏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东京所有人口突然神秘消失 这个我们在那个预告片里也看到了 然后整座城市充斥着各种超自然生物 也就是那种日本灵异生物了 然后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就是人口刚刚消失 这个事件刚刚发生 然后我们的主角呢 在空无一人的东京街头醒来 就像这样 然后发现脑海里面有什么陌生的声音 在跟他说话呀 男生还是女生 男的 然后什么奇怪的元素力量在身体里面流淌 这其实是一个叫KK 英文字母 KK的一个神秘灵魂附身了 就是他们算是结盟了嘛 然后一起对抗这个邪恶 弄清真相 拯救东京 这么一个故事 但感觉这么一讲的话 感觉就 故事很俗套是不是 对就是 全身必经的那种 对呀 但是你说哪一个游戏不是 对抗邪恶 弄清真相 什么拯救世界呢 或者什么拯救亲人 俗套没关系 不用就行 对呀 就看怎么演绎这段故事了 然后其次那这个游戏到底是什么类型的游戏呢 这个游戏刚公开的时候因为它那个独有的这种灵异气氛 而且还挂着这个生化危机之父三上真思的名字 所以大家都有 超期待 对呀 大家都觉得这个是肯定是恐怖游戏嘛 但是这游戏呢 开发组说了 它其实是个开放世界 动作冒险游戏 据开发组讲 是这样 背景故事里明显有鬼怪 然后是一个动作游戏 所以开发 也行 所以开发组特地谈到 比如说在音效的使用方面 比如说他们以前做恐怖游戏的时候 一般会用那种尖锐的声音来刺激玩家 焦虑呀 或者是那种 特别害怕 对心里会产生影响的这种那种声音嘛 但是在幽灵县东京 开发组想要营造的是这种 英雄挑战反叛 探索世界的这种戏份 就像什么复仇者联盟 什么美队对抗灭霸 只是凑巧敌人长得是一个鬼怪的样子 我想象的是这样 所以 那感觉我能玩这种 大家可以练习 这个是单的游戏 所以据开发组讲 是采用了会激发玩家积极性的这种音效 这种氛围 然后刚刚也说了游戏是个开放世界 也就说玩法或者这个剧情是它是非线性的 是吧 开放世界不都这样 是吧 玩家是可以在整个东京自由的闲逛 到处串 然后这也是开发组在开发过程当中遇到的最大的两个挑战之一 就是说在这种非线性的基础上你怎么设计这个游戏结构啊什么推展剧情等等这些 而另一个挑战呢就是我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主题地图 东京这个地图 就是在这次访谈中呢 那个三上真思 他出来了 他出来了 然后他主持的 他让几位核心开发人员 各用一计划来概括这个幽灵线东京这款游戏 当时他们概括出来的词 分别是草莓脆饼 然后灵异现象 以及地道的东京 这个灵异现象这个好理解是吧 然后这个草莓脆饼这个呢 就这个开发人员说了一堆解释 但是我也没怎么听明白 对我们就过去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地道的东京嘛 就开发组在游戏里 真实的还原了整个东京 整个东京 对对对 整个东京 一比一的那种 比如说像建筑啊 什么大街这种大块的建模就不用说了 他们在说在这种细节上下了很大的功夫 他们就想要让玩家觉得 这些灵异事件 就是在 身临起境 真实的东京里发生的 玩家就是走在这种真实的东京的 什么某个黑黑的小巷 然后怪物是从哪里挑出来 可能没去过东京像我们的话 没去过东京的话 没有可能感受不到 但是即使我们没去过 但是如果地图建得这么清晰的话 那肯定也是会很好玩嘛 即使没去过 也不影响这个体验 然后不也说了 这个是最大的挑战之一嘛 就是说整个地图是有2200个地图片段 以及数百万个这种渲染的对象 因为整个东京嘛 地图很很厉害呗 对啊对啊 不仅大而且精 就这种嘛 就是不是一个空洞的一堆建模堆在那儿 而是就是也可以真的去探索的那种 对啊对啊 他们不说了嘛 真实的还原整个东京 嗯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然后这游戏里呢 就主角还能像 类似像蜘蛛虾一样 在城市上飞来飞去 这就需要他不停的 实时的加载大量的地图和这个对象 嗯嗯 所以当时这个就是一个开发当中的一个瓶颈啊 当然他们说现在已经解决了 嗯 就是说这个探索 在这个地图上探索 嗯 也是这款游戏的它的核心内容之一 就是我们喜欢的那种 嗯嗯嗯嗯 就开放世界的精髓 对对 然后玩家通过发射一种领线 一种线 嗯 勾住在地图上空分布的Tangle 嗯 然后就像蜘蛛虾一样这么在城市里传说 所以这个地图它是三维的 不是只是一个平面 不是不是只是一个大平面 立体的 嗯 应该增添了很多探索以及战斗的乐趣 嗯 这个领线呢 就是它游戏名称不就是 幽领线东京吗 就这个线 嗯 在游戏里面 它这个线的名字叫我直译的 我从英文直译过来就是 缥缈的编织 这么一个意思 不知道实际到时候中文版会怎么说哈 名字里面不也带了吗 是吧 它是一个游戏里面重要的元素 嗯 战斗也是靠这个的 嗯 所以我们接下来讲这个战斗的部分 嗯 当时这个幽灵线东京跟三上真四的名字 一起刚公开那个预告片的时候 嗯 不是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是吧 我们也很期待 但后来 公开了一点实际战斗演示的时候 然后就大家就包括我 也就有点失望了 嗯 就这不就站着丢火球了吗 嗯 是吧 但是这次更深入的了解了 它的战斗相关内容 以及就是看了更丰富的这个 战斗实际演示嘛 我们待会一起看哈 就我就比以前更加期待了 嗯 这个战斗呢 就是玩家通过就我刚说的那个线 领线 那领线引流自然之力来跟灵异生物 就跟鬼怪战斗啊 而这个元素分别是 风 嗯 火 然后这水 可以简单理解为就是玩家可以操控风水火 就三种元素嘛 感觉这个以后通过DAC什么的这个元素种类可以增加啊 然后随着游戏的进程 可能你会加强以及学习学习越来越多的这种法术来跟怪物战斗哈 嗯 而且 而且 而且根据你的战斗风格来选择就你要侧重于哪些元素啊 或者法术 就说白了就是怎么加点学技能啊 就这个 这个 后面自己的技能术 对 这种东西 然后除了这三种元素攻击以外 还有一种被称作 我执意的哈 核心抓取的这种逼杀技 啊 说白了就是潜行到敌人背后 然后 啊 我最喜欢的那种 对对对 就这种哈 然后也有那种格挡反弹机制 嗯 也就是其他游戏里常见的那种 就就像我们正在玩的那个消失的光芒 那里面那个 在哪里也有 对就敌人攻击中间你正好 格挡完美格挡 嗯 对就是那种哈 除了用这些法术以外 玩家也还可以使用传统的武器道具 嗯 比如说弓箭啊 什么符咒啊 嗯 这些 用来搭配各种法术 这样就增加战斗的多样性了 嗯 然后如果你遇过了豪华版的话 还可以使用苦无飞镖 哦 这个飞镖 这个飞镖不是我在死亡之夜里用的那种飞镖 是火影忍者里面明认他们用的那种飞镖 就尖尖的那种 嗯嗯 不是十字十字形的那种 嗯 然后地图中呢 也有一种叫 农牧区的一种被感染的区域 嗯 就像看现在看到这样 就是物很农怪很多 嗯 也是这样 然后 你是要就这些东西这种神社嘛 嗯 你要靠进化这个神社来进化此片农牧区 嗯 然后他就物就被散去 你看这个物就散去了 然后现在看到这个呢就是 就是你可以解放自由灵魂 你解放了它们之后 就可以获得技能点啊 用这个技能点来学习和升级技能了 嗯 嗯 而且在这个农牧区域以外 在地图中还有一种叫 英语是叫Utena 的这种现实扭曲空间 我查了一下这个Utena翻译的话就是叫 花鳄 嗯 嗯 叫花鳄不知道是中文版会怎么说 不是像表里世界的那种 就像对对对 里世界那种啊 领域空间 就类似那样的概念哈 所以我觉得虽然你看 他不是说不吓人吗 对啊 你看这些画面 所以我觉得 开发者虽然说这不是恐怖游戏 但是看着架势感觉少不了那种恐怖的这种成分 又不能组对 嗯 但感觉可能跟传统恐怖游戏 可能相比更阳光一些 就灯火通明那种 嗯 那就好很多 嗯 最可怕就是你听到声音看不到的时候 嗯 好那我们接着来看实际演示哈 嗯 to show you the world's first extended gameplay preview of ghost wire 这个故事节点呢 就是主角不知因为什么原因跟那个kk 被分离了啊 然后主角正在来找这个kk合体啊 因为因为他现在没有这个kk了吗 他没有这些领能力 嗯 所以就用传统武器 他就不能大开杀戒了 就这么鬼鬼祟祟的啊 嗯 进行 就偷袭这种 然后他 这个就是我刚说的那个什么 核心抓取那个EG必杀戒啊 在背后啊 哦 还挺时髦呢 你 买豪华版的话 这些衣服也会送你很多很多 各种衣服 呵呵 那感觉就时髦的衣服 嗯 封印吗 就是那个kk 哦也是一个人啊 感觉也是一个人啊 对啊 嗯 不知道这个kk的来历是什么啊 我们现在是不知道 嗯 所以感觉他们俩其实并不是那么友好 对啊 对啊 像小两口吵架的那种 嗯 嗯 我打开 小西湾得进来 下节目好浓哦 哼 变完全体哦 衣服换了 哦 变黑色了 对啊 然后怪物们也出来了 你看这怪物们设计的也都挺挺有意思的 嗯 开打了呗 嗯 现在可以用这种元素绿 然后现在这个绿色是风 然后有这种什么充满电的话就这种什么B杀技这种啊 现在因为是只是演示嘛 所以可能用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攻击啊 嗯 啊 然后这就是那个线啊 刚刚啊 当你充满电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种 刚刚那个线啊 这样攻击就变得更强了 技能条满了之后 嗯 在哪 你就 好像也不能像 完全像蜘蛛侠那样我可以完全自由哈 可能得有天狗 我没看见天狗 就干个很模糊 哦这是进化那个说的 嗯 他这个手势啊 弄的挺帅 对对 但是不知道是点一下就行 还是你得操作 刚刚就是就是完美防御 然后就是进化 然后随着你这个进程啊 你会遇到越来越多的敌人 然后你也就各种 用合适的方式去战斗啊 就你不说除了法术还有各种道具吗 嗯 最好就是 根据情况啊 好好利用 哦 就是这种策略型 哦 还可以这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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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好像也挺吃操作的 哎 就这个动作弄得很华丽 很中二啊 很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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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感觉会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好实际演示我们先看到这哈 所以这个战斗部分看了之后我是感觉挺有意思 嗯 就感觉这个 嗯 手势是个关键哈 这个用手结印啊 拉线等动作 还有它的打击感啊 就显得非常炫酷 就感觉会产生很强的带入感 因为它是用第一视角嘛 就有顺临其境的那种感觉 那个三上真思他也是非常满意 嗯 非常期待啊 这个战斗部分 那我们除了这个战斗部分以外 嗯 那我们具体还可以期待游戏的哪些内容呢 嗯 还记得我开头讲了就是 让开发人员们用各自一句话来概括这个游戏 嗯 这个你还记得吧 嗯 就当时 草莓脆饼 对啊 这个人就是当时那个 回答草莓脆饼的那个人 应该试试一下日本的草莓脆饼 他的职务是 游戏设计师 是一个需要想象力的职业 所以可能 给你看哈 ちょっとあの 难度高め的質问で 嗯 ゴスワイトーキョを 一言で表すと 何でしょう どうぞ 何でしょう 不可思い 嗯 ちょっと難しいですけ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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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イチゴのショートケーキですね え 意味道的心 イチゴのショートケーキ イチゴのショートケーキ イメージです はい 不理他了 然後就 接着我其他的人 没法撩 嗯 然後在这个访谈的最后环节 这是这个三上真思 这会让开发人员们说出 你在这款游戏中 你最满意的部分是什么 那他们最满意的部分 我们也可以理解为 是我们可以去期待的部分 然后当时把这个游戏 用于一句话 概括为灵异现象的开发人员 最满意的部分 也是这个灵异效果的展示 嗯 他说这个游戏里面 这个灵异效果 有恐怖的 也有什么帅气的 也有搞笑的 嗯 就是用这种丰富多彩的形式 展现出这个灵异元素 我期待帅气的 嗯 我是都期待 这是他最喜欢的部分 嗯 我觉得 因为日本本来就很擅长 这个这种灵异元素嘛 所以我觉得可以期待这个 然后此外 音效负责人 他最满意的部分呢 是这个3D立体音效 因为这个PS5的这个3D立体音效 是做得非常好嘛 嗯 当然在电脑版本 PC版本 也应该会有这个3D音效哈 嗯 就是说 当你走在这个灵异的这种东京街头 比如说你不小心碰到了什么东西啊 然后它掉下来的声音啊 什么等等 会有位置的 对 用立体环绕声来给你听 就让你可能 不禁环顾四周啊 嗯 什么更能烘托这种灵异的这种部分 不是恐怖游戏 对啊 恐怖音速感觉不少啊 对啊 嗯 然后最后他们的主程序员 嗯 他说最满意的部分 就是画面效果 嗯 就是很重要嘛 是吧 这个游戏肯定又支持什么4K 什么HDR 什么光追 各种主流的这种画面表现 这种机制它都支持啊 嗯 然后因为是这种灵异风格嘛 所以就周围环境会有很多这种阴森的元素 比如说下雨啊 嗯 什么地上积的水啊 嗯 等等这种 恐怖片肠胃的那些元素 对 而这个光追呢 它就跟这些元素就非常般配了 嗯 因为光追它就是各种倒影 还有什么光影的反射这些东西嘛 光追啊 所以然后这些再跟这个东京夜嘛 它本身的这种各种色彩 色彩斑斓的这种霓虹灯 嗯 我们看东京夜景不都是那种色彩斑斓的嘛 那种啊 相呼应的话 我感觉这个画面表现应该会非常让人期待 嗯 这么期待 嗯 所以呢跟这个艾尔灯法患一样 就官方公开这些内容之后 嗯 我是对这游戏就更期待了 嗯 应该会玩这个游戏啊 虽然它是单机的啊 嗯 不可以看你玩吗 对啊 嗯 然后之前 其实本来我们我本来是没打算玩这个游戏的 但是 在这个游戏距离发售一个多月的这么一个时间点 这个游戏发行商来这么一个营销 终于放出来一个东西 营销策略啊 感觉他们这个营销策略算是成功了 至少对我是管用 我们入坑了 入坑了 嗯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游戏列表应该是这样啊 就是 我们先把目前的这个消失的光芒2 或者这个垂石之光2 通关 这样的话就差不多就会到 这个本月25号那个爱尔登法盘发售了 嗯 然后瓦尔巴这个爱尔登法盘之后呢 嗯 就差不多到这个3月25号就一个月嘛 嗯 3月25号这个幽灵县东京发售 嗯 应该会这样 然后期间我们还可能会穿插着一些什么死亡之夜啊 嗯 或者什么缺氧 这些视频啊 嗯 也敬请各位期待啊 嗯 好本期视频就先介绍到这儿啊 观众朋友们再见 谢谢大家再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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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